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荣耀华尔街 我是奎奎 台股今天上涨36点 收盘收在小跌18点左右 那今天呢,在台股方面的话呢 其实有关基金的互盘 所以呢,台股是一个止跌的状态 那以及今天上万点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有这个 破卷盘是解释,解释我们交给 经济日报选股记录冠军保持人同时 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最受欢迎的郭泽荣投资长 葵葵,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你紧张 我今天超级紧张的投资长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放轻松 投资牛要给他鼓掌一下 就是他今天很紧张 我怕投资牛拿他跟别人比较 不要紧张,给他鼓掌 那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要重点事情好不好 还是回到股票的一个源头 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或是觉得对庞斯的看法 来问我一下,没关系 像之前有说到 因为费德主席有说要这个护盘 那国安基金其实因为这个护盘 所以呢,其实台股也是一个很抗跌的状态 对 而且其实国安基金有讲到四个字 你知不知道 他有讲到四个字,超前什么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他讲这四个字,财政部长讲的 财政部长 那是国安基金委会的成员之一 那他讲超前部署这四个字 可是超前部署这四个字 是不是就是我说的 也是费德主席说的 超前部署 我在礼拜二的节目有讲 我讲这四个就是费德 就是金融好笑 还是金融海啸 我说这一次不是金融海啸 是金融好笑 为什么好笑 因为他好笑的原因是为什么 是因为投资朋友们 你会知道他这一次会超前部署 不是延后部署 超前他很多 我到时候也跟大家讲是说 2008年金融海啸 他是在什么 在隔半年才Q1 现在是数据还没出来 提前Q1 所以就提前Q1 所以股市才不会跌 同时你一直想一些恐怖故事 一直想说多少人会失业 韩空业都会失业 可是政府会一直救啊 你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 还是活得好好的啊 你们永远活在恐惧之中 那你们不会满在8532点 因为再来一次8532点 历史人从来 你还是会觉得台股会跌到7000点 6000点 就说哪一天真的有跌到7000点 6000点 你还是不敢买 其实现在要再跌回到那个程度 真的是已经几率太低了 其实几率很低 现在已经知道几率很低 因为最恐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最恐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你看VIX就知道了 所以投资朋友 想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这一切我预告在前面 以及就是之前有说到 在这个到了万年之后 会有一个回补状态 那其实呢 也回补了之前在3月中夏旬的时候的 这个缺口 对不对 那时候我没有讲说 我那时候讲的是第一缺口 像是第三缺口 那我来跟大家讲解释一下 什么是缺口的一个理论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应该有些分析师都有跟你讲 我没有那么喜欢讲基督分析 不过因为大家像很多人都懒懒散孔 我还是跟大家讲 来 这是台股的第一个缺口 在这边 那时候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缺口 从12000叠下 这是第一个缺口 我们在这边画个 画个十字路线 这边十字 这边是第一缺口 有没有看到 好 这是第一缺口 11300点这边 那第三缺口在这边 好不好 就是最近 好那我再把它放大 现在已经是回补了这个缺口 应该说试着回补它 还没有真的回补 所以我今天是说 前进武汉第三缺口 嗯 前进武汉第三缺口 那现在是第三缺口 就是前进 那什么时候回补 我就说过 我说最坏是76天 那现在不用说76 因为欧美 武汉从政客封锁到解除了 他是76天 可是欧美已经封锁好几天了 所以你说最慢最慢是60天 然后呢 快一点的话呢 可能随时就解盲 就说我讲瑞德希伟要解盲 整个瑞德希伟要解盲的时候 那是马上可能第三缺口 第二缺口 第一缺口 可能都在一个礼拜内回补 我是很认真跟你讲 就是1万2 很快一个礼拜内 我或是讲真的 只要确定解盲成功 那什么时候 原本是预计是4月3号 那现在没有公布数据了 好 那这个是代表它不寒吗 不是 只是要更严谨 我想说可能是一些 中国政策的问题 因为中国 其实会发现到 他不希望西方的解药 是来救他们 是来救中国人民 我讲的是政策上的问题 所以他那边好像解盲 解盲得比较久 他本来是预计4月3号 初步的解盲 好 现在是最后4月27号 一定会解盲 就算中国不解盲 没关系 欧美这边也会解盲 欧美最晚15月1号 它就会解盲了 5月初就会解盲了 所以基本上 你真正可以买的时间点 是什么 是 4月 以后就没有了 我是很认真跟大家讲 以后就没有了 我这一切一切预告到前面 好 那这是第三缺口 好 我说政策上的时候回补 第二缺口 这是第二缺口 这是第三缺口 那第一缺口 在这一万二这边 那直接拉上去 要有解要解 对不对 那我那时候也跟大家讲 我说今天其实台股也蛮强的 画面给我 那我先跟大家讲说 我稍微花隔5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解那个一样 就是CDC 不要花这个时间 最新消息 你们看到 这是今天是4月 4月9号 4月9号 那看到的时候CDC跟大家讲 就是说 有关那个 就是 武汉肺炎 2019年的那个新冠肺炎 它的治疗方式 好不好 那第一个就是 Rendensivir 就是瑞德西韦 第二个什么 就是 就是什么 Cloroquine 跟Hydra-Cloroquine 有没有看到 这些我都讲过了 就是两个 你看这两个都一样 我讲说 魁灵跟强魁灵 魁灵跟强魁灵 还有Rendensivir 这些东西 画面给我 2月5号 我郭哲隆就讲了 而现在在美国的CDC 疾病管制中心 直接大拉拉的跟你讲 这是最重要的两个解方 你顺利想想看 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好不好 那我也跟大家讲 那除了这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 再说这个以外 我每天 所以 魁灵你会发现到 我每天花很多时间 去找各国的网站 各国的网页 好 那你看CDC 那今天 昨天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这个东西 蔡总统的一个脸书 蔡总统的脸书 他直接说 魁灵有助于 治疗武患肺炎 轻症患者 是 第一个魁灵有效 第二个魁灵有效 就算了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他避免他附着在细胞上面 然后去攻击 病毒去攻击 所以你看 我那时候是说过 第一个你要避免他附着 附着完毕以后 那没办法 他就是会攻击的 所以他只治疗于轻症的 我那时候说过 我独家消息 八卦消息 美国的一些医院 他已经是轻症患者用奎林 重症患者用瑞德西韦 这个东西 我已经讲了快一个月了 我已经讲了一个月 你们说我是药学专家 某方面我真的比一些 比一些药学方面的人 还来得更早 提早知道这些消息 这是啊 我想知道 董事长平常花多少时间在研究 这个关于药学上面 像是这种 比较这个 新闻方面啊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研究 你这个问题好问题 很多人都问了 扣掉睡觉 差不多了 顶多有时候去运动 现在运动很麻烦了 到底要不要去健身房运动 很多人都很怕说 会不小心感染到 扣掉睡觉 有时候睡比较少 扣掉睡觉 扣掉运动 然后吃饭不一定扣掉 因为有时候边吃饭边研究 这就是我的兴趣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跟大家说 美国CDC的东西 再看 那个蔡英文总统也这样跟你讲 说这两个要 而这些都是我在2月5号就讲的 好 所以我看得比较远 我再检视 随时就起到出现 它随时噴出去 那我不要花很多时间 可是我再给你一些提早的东西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除了这个蔡英文 这东西以外 我们来看一下 每天各国都给你看 这个人 不是他跟我视讯 这个是 不要吓到 这也不是我重播 好不好 你看他说 那个 The drug seems to work very well The patients improve 但我是把它一句话 用去 The drug 是什么 是瑞德西韦 他说瑞德西韦是 那些医生感觉到这些 就是感觉到在这些患者身上 是非常有效的 是非常有效的 好不好 你自己去找 在新闻上找不到 我是找到影片视频 好像是那个 CNA 新加坡的CNA频道 你自己去找这个医生 好不好 CNA的频道 你找瑞德西韦加CNA 就可以找到这个视频了 那这个是因为 Google可以用那个字幕 可以用独家字幕 大概即时翻译 有90%的准确度 我给你翻译过出来 表现得非常好 病患 他说表现非常好 虽然是酸蠻的 可是他大概知道 有些表现非常好 所以其实我收集了各个国家的 有关类德西韦的一个东西 我已经跟大家讲说 不只一个人说好 是很多人说好 就算酸蠻 其实也感觉到嘛 有些有用 有些没有差很多 尤其重点是酸蠻以外 他有些是同情用药 那我也跟葵葵讲过 什么同情用药 就是同情用药 用上去的过程中 用上去的过程中 他已经是末期的 已经快死掉了 所以有用 有效没效 一开始就知道 实验组是对照组 可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用 安慰剂还是真的 可是如果是一个 用上去的过程中 那你就会发现到 的确他真的有效 不然可能就 拜拜了 可能就死完了 所以同情用药 有些人都知道 所以这新加坡医生说的 这是新加坡的消息 台湾没有任何一个记者 会跟你讲 像我讲这么多全面 蔡英文啊 新加坡 我连香港的 这个临时考的不好听 你会讲香港话吗 不太会 不太会 因为在香港好像 有一些电视节目 那我跟大家没关系 我自己有查了一个东西 来看一下 瑞德西韦的一个 亚洲区研究最新的新闻 暂时 暂时 有副作用 不是 它是没 它是没 因为没有少两痕 它是没有副作用 暂时没有副作用 退烧很快 就退烧很快 退烧有点快 所以 这跟台湾一模一样 台湾的张上纯医生也是这样说 说什么 退烧很快 然后看能不能排病毒比较快 这是个好消息 所以不只一件事 我可以讲说 新加坡的 香港的 台湾的都更简直的东西 退烧很快 所以到时候 人类的细维真的减盲了 喷出去的 而且我跟大家讲 一件事情很八卦 它这次数据出来 它会直接喷出去 你不要担心 除非它跟你说没效 我觉得基地非常低 因为我已经查很多资料 第二件事情 它喷出来以后 不会像你说 欸 投资长 你没有每天看到瑞德西韦的东西 欸 投资长 对啊 小英政府要生产奎林啊 可是这个好消息 股市也没涨啊 瑞德西韦这个消息出来 就一定会涨 会 它只要是好消息 确定会涨 为什么 因为它这次数据会非常严谨 川普要求他 赶快生产生产 赶快去救那个强生 救英国首席强生 他说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定的疗程 这个药我还没有批准 公司自己做的 所以当公司的研究 他认为可以的时候 而且公布的时候 所有人就会认同 它是解药在掩饰 真正的数据出来的时候 那就真的喷出去 你不要等到的时候 首长 那可能在这个解药 真的在喷出去之前 很多投资朋友都会很担心说 那现在这样子 连涨了几天 又开始有一点点走跌 到底要怎么样去克服 自己的心理障碍 害怕这种 进去之后 又有这样子的一个震荡的走势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只问你一件事情 葵葵你知道我说8523点是最低点 是 是不是 对 可是我会 这次我也刷到最低点 我前天抓到 可是我节目上 我会常常跟你讲说 我永远买最低点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可以讲如果有个分析师 每次跟你讲永远买最低点 那不是神就是神棍 基本上这两个人 都不会存在世界上 孤身也不是真的神 也不是真的神 对不对 不是神就是神棍 基本上 你不要想到买到最低点 你不要去想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你去除你不要想到买到最低点 那你就现在买进吧 现在买是不是低点就好 是不是相对低点 还是相对低点 那我认为是相对低点 我的判断是相对低点 你不要去跟8500比 跟8500比你一辈子都不开心 你要去跟12000比 如果回到12000 不止我一个分析师 国内台湾分析师比较少讲 我第一个讲 国外的华尔街分析师 我也是第一个 我几乎全世界第一个讲 他就说了 只要疫情结束了以后 他会呈现一个爆发式 V型反转 就是像之前头长说的 这个爆发性的一个 火山爆发嘛 火山爆发嘛 这礼拜也是啊 这礼拜其实看起来走势 有点像火山爆发 你看像这走势图啊 直接收黑黑啊 随时有消息啊 只要确实有确定了 瑞德吉利德正式自己公布的 自己正式公布的一个数据资料 然后数据资料不差的话 直接喷出去 我已经跟大家讲预告 你到时候发现 我一切一切预告 我什么要跟你讲 就讲这两个 为什么 因为我说武汉病毒实验所 最了解答案是什么 他2月5号就已经注册了 我说这个事出必有因 好 他们早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是不是他们外泄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他们知道答案 那就好了 所以这个才是我直觉的 跟人家 跟所有的医学背景 最大差别的不同之处 而现在只是越来越证明我的对 这讲一件事 金融海啸还是金融好啸 差在要不要连任 我一直说要不要连任 2008年要不连任 所以全部都怪在华尔街的错 总统也不想背这个锅 所以隔半年才QE 隔半年的QE 结果现在人民没有错 超前部署 连台湾的国安基金 都超前部署了 都超前部署了 马上无限QE 瑞德西韦加奎林 有没有两种药 一种是QE的解药 一种是武汉肺炎的解药 两种药来救股市 真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股票 这些股票台药 所以同学 这第三缺口市值回补很快 直接有解药的关系 第二个我就说了 76天内 因为我也说过了 画面的给我 1918年的西班浏感 西班浏感 全世界死了几千万人 全世界五六亿人都得到了 比这次还长 最后怎么样 突然消失了 SARS也突然消失了 武汉肺炎看起来 武汉地区也是突然消失的 你怎么知道 美国会不会哪些突然消失 疫情减少突然消失 SARS那时候 大家觉得很恐怖啊 其实历史已经告诉你两件事了 有可能随时突然消失了 你一直在紧张这件事情 你等到完全消失 你在买股票 不会 等到完全消失股票的时候 那时候股票 少了就三一万二了 好不好 少了就三一万二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 你风行要致富 我一直跟着答案 过去获利不待 未来的保证 我不认为我讲得多久的话 很多投资朋友 哇一哭闹自己投进去了 没有赚到钱的会怪我 可是你们都听一半 我也没办法 我希望你们听 要听全部的讲东西 比如说要注意 不要用这种资啊 你说现金买股 甚至在最恐怖的时候 可以讲台湾50 到现在已经涨14% 今天又涨到15% 台湾50那夺稳的基金 那是一个夺稳基金 就算台积电岛 鸿海岛 他是把台积电鸿海 全部链成一张股票 一个基金 一个单位 就这么简单 全部把它合计 变一个单位 你买这个东西 你有它所有加权指数 所有加权的成分股 就说这样子啊 比你的定存很稳健 我一直讲 所以同票 不要到时候等到喷出去 你再买 一样金选五尾也是这样啊 同票那时候 大家就说套牢五虎啦 我说你怎么这样讲 我可贵怎么这样讲 我说人家是说 人家是说 人家说两只拉虎 套牢五虎 人家说两只拉虎 你笑的太开心了 好啦可以跟他笑了 他老两五 没有画面可以回回 没关系 画面可以回回 那个导播再不快一点 到时候要被练 昨天人家画面要给主持人 他们都要练 那我就说 那人家说两只拉虎 我又不是两只拉虎 我是给你再多三只 买二送三 五支 也不用 没有买 你买都买 五支 我数着数着 五支 五支老虎 自己看 这些股票 今天五档没有涨四档 台股开钩走低 五档没有涨四档 台药也是一样 你自己看 朋友 这累计的报酬 我跟你讲 你看到你很恐怖 累计报酬68% 68% 你每一档加起来就是68% 你自己去算吧 这个骂造假的 这个日期都有 我送资料是2000多人索取 我最后直接公开 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4746的一个台药 今天台药 台药 没关系 也是一样 今天台药这档股票 你自己看 慢慢看 台药这边 台药今天开第一走钢 我是假认识 瑞德希友确定解药的时候 那有非常大的机会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非常大的机会 他会找台药来去代工 那找要代工的话 到时候你就喷出去 喷出去 因为瑞德希友这个产 这个不是每一家可以做的 不像你说旭富 哇 产奎林啊 今天总统不是这样讲吗 对 可是你看 旭富对不对 可是这个没有什么赚钱 这个都可以涨停 今天都可以涨停不到 今天都可以涨停不到 可是没什么赚钱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 瑞德希友解药 这个反而 4746台药 他会赚钱 你听懂吗 而且可能会赚很大 你听懂吗 可能会赚不少 所以那时候可能会好多根 那这个只代表一件事 台药到现在走势还是很弱 代表一件事 全台湾的分析师 甚至全台湾散户 不认为我郭总是对的 没有关系 我已经很习惯了 你去想一件事 我七五五是每天在讲 到时候就知道 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 好我一直跟你讲 可是我不要再花多时间 每天解这个纪要 你会解的很烦 只是重点是说 我从这边的逻辑思考 怎么去看股票算涨 赚钱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台药 三五三三档加泽 三五三档加泽参登 今天涨 ez 可可今天是台股是涨还跌 今天中间有一度涨到 最後还是跌 最后还是小跌 没关系可是还是跌 可是你看我们股票 你看我们股票 涨 tes 二零四趟股票还是涨 所以你看2042的赛盈 也是涨 工具机 REF 工具机有龙头 工具机有施萊斯 某一家产商 要怎么样 要裁員啊 大規模裁員啦 有人這新聞出現啦 結果呢 善盈還是怎樣 W底完成 準備噴出去 那你為什麼不買 我已經跟你講了 你的心態要調整 你不要想到買在最低點 不可能買在最低點 連我都不可能買在最低點 連我是一個選文冠軍紀錄保持者 我都不會跟你講說 我每一次都賺 我每一次都買在最低點 這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調整你的心態 重點是後面可不可以賺 我認為後面很大的機率 那你自己參考 你自己參考 好不好 這都是你自己參考的 我講得非常清楚 好 那一樣 來 這有跟大家講 那甚至國泰道窮政二也是一樣 來看一下 道窮政二 今天也是漲啊 為什麼 因為昨天也是漲啊 你看 漲4% 我跟你講 到時候漲3萬點 國泰道窮政二 還有機會漲30% 這有跟大家講 一樣 這一兩天是不是好像 那個 最近最有名的是雲油政二嘛 漲10% 印度水油行情 你看我之前預測印度水油行情 結果印度股是原油政二都噴出去了 都噴了 都噴出去了 我之前參考前五冠軍比賽 我沒有到獲勝 為什麼 因為我就壓印度成油 我壓原油啊 可是如果放久一點 其實反而我可能會是賺最多的 那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公開的講我一切的一切 好 我就這樣做 我這樣做分析師 一樣 我也講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喔 那時候講印度水油行情 你看火山市噴出 今天4月6、4月10號 今天也是一度大漲 今天9號了 也是漲啊 這禮拜一度漲500多點啊 今天算小跌 可是這三天 累計起來這四天 還是大漲啊 還是漲啊 你怎麼知道明天會不會解藥出現 然後整個噴出去 這難講 真正 現在是火山市噴出 我認為它還是軟生而已 真的喔 真正的火山市狂噴 那就是在解藥的時候 那全部的藥裡面最快的你要等解藥 真的瑞德西微 實在一樣 未來會不會比瑞德西微有效 我不知道 可是在我現在可預見的未來 它只有瑞德西微 那不要去壓那個行情 我有時候只是看比較遠 可是我們要去預測短時間 這一天 今天兩天還是明天 可是最晚就是4月27號 應該最近就很多很多的消息了 好不好 之後我一直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一樣啊 那我也說 原油增二一樣啊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接口好像是 的 我看一下 接口布蘭特原油增二 占15%啊 15%啊 哇 但是真的 你沒有練過 你不要亂買 真的要我們帶 我有帶會員買 可是我買的不多 我先講清楚 而且我都跟他講風險 因為這種原油增二最壞是 要下市 下市不帶很不好 只是按照鏡子來操作 只是說下市會很麻煩 我都講得很風險 我都講得很清楚 那一樣 那今天要什麼 我說之前是8500的紅海 昨天攢一天 那今天回補呢 今天下去的 不是下去的 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我跟大家講 你紅海我覺得 還是很低的 很低點 相對很低點 他就是8500 8600的紅海 那很多股票來到10100點 是010200點 這我跟大家 像剛才蓄附喔 生計的蓄附 它來到12000的蓄附 可是紅海只是來到8500 為什麼要說8500 我再講一件事 它在這邊底部 還在這邊底部對不對 你看3533加折 它已經拉上去 有沒有看到 好 那看大盤 大盤已經整個拉上去了 可是你看 我看大概 紅海在這邊而已 有沒有看到 紅海在位階 沒錯吧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 紅海跟大盤的差別 你要選那些落後不占股 最近其實也要占價蠻店的人越來越多了 投資本位置的人越來越多 如果你覺得我節目有夠精彩的話 真的也歡迎來 趕快來電 加入好不好 這個 08066 8085 08096 8085 不能怎麼樣 你至少要按账 因為其實簽證詞有人 投資長我買到1萬點 我買到1萬1 我被踏了 然後有開案最低一點 他不開心 有人給我按那個 最近有人按倒账的人多一點 但是你要按账 你按账 等一天我難過 我就不錄了 我不錄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如果大家投資長支持我少 我就覺得沒什麼意思 我還是為大家奮鬥 我是跟大 可是你要記得按账 一定要按账 一定要按账 好不好 這很重要的 所以我做的事情是Kimoji的問題 你到這32000你就知道 原來投資市長我不當分析師 如果我可以操作靠股票 我也可以為了一生 你到時候就瞭解這些事情了 那我希望你好好珍惜大家彼此的關係 我認真要好好珍惜一下 好不好 那也是一樣 我也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到時候等到要出來了 那你不敢買 你現在跌的也不敢買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買 就是現在 現在 台股已經是 全台灣我是第一個跟你講說 今年最低點 8523點 真的是 8523點 到現在回去要回補很難 疫情已經回補了 今天有個消息 就是好像是CDC 疾病管制局的一個主任 就是福奇最有名的 他直接說什麼 他說現在疫情 預期的死亡人數比之前少 因為他每天都有model嘛 我今天如果這個上升趨勢怎麼樣 我這個上升趨勢 我這個curve 這個怎麼樣 往上上升趨勢 這樣上升趨勢 不是 不是 我在畫線 你不要理我 好啦 這個我這樣很難畫 因為這有點左右相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往上上升趨勢 這樣子走 那突然現在變這樣走 那可能就完下滑了 所以死亡人數預估比之前少 所以就拉起來了 所以我跟他說 就像武漢肺炎 武漢地區的肺炎 武漢地區解封鎖 解封鎖 就像SARS一樣 空了哪一天沒有了 最晚那你60天的也買股票 快一點的話可能明後天 可能隨時 anytime anywhere 這個月任何時間你就攀出去的 我跟你講 哇 投資產你看我遠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你跟我一起賺錢 我不要你稱讚我 真的好不好 啊接著一件事 我在頭部拜託會員一件事 這一波 這一波投資產是要大賺錢 甚至你知道我跟別人不一樣 不是那時候我好不容易解套行情的 我解套完後我賣掉股票 你不要這樣 或者你現在小賠一點我賣掉 最痛苦的時機你都度過了 你跟我說你現在你要做解套你就走了 然後我會說會員朋友們 那沒有意思 你沒有一直參加我行列 投資朋友也是一樣 如果你夠相信我 當然風險要致富 我會相信你 可是如果你夠相信我 我要講得清楚 我認為他是有機會上去的 記得要現金買股好不好 不要到時候只是變解套行情 解套行情就賣掉了 這樣很可惜 一樣啊 那個也是一樣 很多股票也是一樣 今天 漲最多是什麼 漲最多 除了這個以外 昨天還2337啊 萬宏啊 我身邊很多人現在買健身環 健身環以前好像2500 現在變快5000塊 還買不到 健身環有一個健身環 對不對 健身的 跑步的這樣子 在家裡面也可以用 是 像宅經濟嘛 買不到啊 我朋友很多也都在家裡面 就是玩那個運動 是不是 很多種不同的 就是這樣怎麼玩嘛 對不對 然後他們說真的會有 會瘦的感覺 對會有瘦的感覺嘛 因為宅經濟 像我現在想去健身法 身邊所有人都叫我不要去玩 要做壞事一樣 你知道嗎 不敢去做中心都接觸 我頂多去跑步 還跑步 他猶豫很久 你要去台大還跑步 現在台大不能進去 要檢查學生證 真的喔 都是一樣啊 檢查學生證不能啊 除非你爬進去啊 不想做壞事啊 校園都封鎖 國中國小都封鎖 都是一樣 沒有地方 所以健身環一樣啊 所以健身環你們想過 之前人家說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不代表前面的路 就不是看川大道耶 或是看不清楚前面是看川大道 還是小路徑而已耶 那人家告訴你是 是個看川大道 你還不去買 那股價打對折了 你不買沒關係 那現在至少打五折 打六折你要買嘛 打七折你要買嘛 是不是這樣子 最壞的時間你都度過 這邊本來就拉起來 再加上Long Flash 本來今年就會漲價了 營收 全部裡面累積年增 至少我觀察個股裡面喔 楚觀察那幾百檔個股喔 萬宏是前三名 累積年增 他突破跌破我眼鏡 最優秀的 最機優的三月營收 我講得很清楚 好不好 所以這個會有解藥 可是疫情解藥的時候 人民是會慢慢的回復社交活動 現在保持社交距離吧 以後是慢慢的社交活動 好他慢慢的社交活動 那你還是會覺得 你會覺得 還是不要得病吧 你有解藥 可是你盡量不要得病吧 我虧虧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時候 你還是不敢去健身房 只是你比較敢出去的 外面要給虧虧 就比較沒有那麼恐慌了 對 比較沒有恐慌的 所以那個時候 比較沒有恐慌 可是你不會一直就去健身房 你還是會在家裡買什麼 買你的健身房 還是會買健身房 所以有解藥 只是股市會先反應 可是經濟會慢慢反應 所以你還是買健身房 所以他需求會很高 好不好 所以萬宏也是一樣 這些東西 這邏輯都有 昨天都有跟大家講 今天新聞都出來了 自己上完查 健身房的 現在買不到啊 買不到 兩個月前都買不到了 所以那時候我不懂 萬宏就底部我照講 我股票很多都底部照講 環球經理照講啊 所以你看三大 工具機 三銀 細晶圓 環球經 還有什麼 被動元件 三大族群都有人在拉了 你還不買股票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買股票 最後跟你講 再講一件事 當然說套勞五虎 那你就精選五虎啊 投資票 你自己看 你還可以買最低點耶 3月17號買 你看台藥 4746台藥 3月17號買 3月17號送資資料 3月17號這邊 這個17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17 下面有個17 他還在回答 你還可以買更低耶 你還可以買更低耶 加者也是一樣 很多股票你可以買更低耶 累積報酬 從3月17號算就好了 累積報酬快70%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還有 記憶體喔 到時候全部的報價會散漲 為什麼 你們想一件事喔 需求到時候會馬上回復 需求馬上回復 你有一些對電子業 我身邊很多人 最近要買手機的 可是他要去現場看一看 還懶得買懶得訂購 或者現在訂購不到懶得買 可是到時候需求會迅速回補怎麼辦 問題是現在敢擴充產能嗎 除了被動元件稍微擴充產能以外 你沒有聽到什麼產商敢擴充產能 你沒聽到嗎 沒有 都沒有聽到敢擴充產能 到時候如果是個爆翻現金需求 怎麼辦 會整個都會漲價 那能不能願意買 我覺得漲價一點我也願意買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也被悶壞了 很多人都被悶壞了 暴富性消費 對 就我講的暴富性消費 好不好 當時候暴富性消費 暴富性反彈都是一樣 火山勢爆發 超級火山勢爆發 好不好 風頂火山 扯太遠了 所以就是一樣 所以我現在投資朋友 到時候不要噴出去 拜託各位 我會拜託會員們 那你我沒辦法 除非你也相信我 我跟各位會員們講 我到時候講 不要只是解套行情 我們是要賺一坡大 賺一筆大的 我郭子聰 我在一萬兩千點等各位 不論對我的錯 一切的一切 預告在前面 那也祝各位 能夠賺大錢 好不好 最後你去想一下 哪個分析師 就像葵葵一樣 我那時候都有這件事 我說最低點是什麼 8523點 85234以後 對不對 這個3月24號 好來 那時候講說 8523點 又像我說的是 最近最低點 我在3月18號就講了 因為國安基金進場 畫面給我 所以國安基金要進場 要超前部署 QE費的要超前部署 一切的一切 我預告在前面 我不希望投資票等到隨時噴出去 現在低點已經遠了 今天台股有點開高走低 這有點壓力 可是已經證明了 連續四天都非常猛 盤前的時候 開盤的時候都非常猛 不會這行情 你有沒有想過 美國可能有人早就知道 疫情會減晚 早就有人知道 可能解藥的效果 會非常好 所以有人在壓寶行情 這是股市會散漲的最大秘密 你有沒有想過 有可能是這樣子呢 有人早就知道 我不相信全世界 只有我過重生的想法 所以瑞德西維是解藥 只是其他人不會像我這麼好心 跟你講這些東西 不論對我說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不論是解藥與否 重點是很有可能像 SARS一樣 像西班牙流感一樣 像武漢地區解除封鎖一樣 76天內 甚至現在只剩60天 已經過了20天了 60天內 可能就無影無蹤了 那怎麼辦 那時候早就可能上一萬一 一萬二 我希望投資票好好把握住 接下來更多的精選物 而在我腦袋裡 在我口袋裡 我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我們的國中投資長 那也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榮耀華爾街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機會賺大錢 並且身體健康 歡迎大家也可以來電 0800668085幫你幫我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掰掰